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19日 繼續有我John Connor 在英國超時空干擾廣播 這一節就是我一個人的 因為我們 有聯合廣播 也會有 單人去廣播 令到節目 豐富一點 雖然有網友喜歡我們兩個一起說 但是也有網友喜歡我們一個人說的 當然 作為主持 也有喜歡兩個人一起說話的時候 也有喜歡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其實因為 我其實不喜歡說話很快的 你不要誤會了我 雖然我兩個人 或者三個人 甚至四個人做節目的時候說話很快 但是其實我是不喜歡說話很快的 所以呢 有些時候我們也喜歡把一些問題 慢慢去逐層 逐層去分析 慢慢逐個逐個論點去帶出來 我是比較喜歡 慢一點的時候說話的 這一節也要討論一些 比較深層次的政治問題 所以這節我就是想慢慢說的 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支持 六部曲 雖然我們身處超時空 英國廣播 希望 大家一樣可以按LIKE 用Facebook和Twitter 分享我們的節目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已經過了26萬了 希望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也可以幫我們多點看廣告 希望能夠吸收藍絲和政府的廣告 讓財富可以轉移 給我們黃色經濟圈的人 讓我們黃色經濟圈可以壯大 這節要講的 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 真的適合慢慢去講的 這個複雜的政治問題就叫做確認書 選舉確認書 大家也知道 這個剛剛的民主派初選 有60多萬人出來投票 這個是一個很 重大的 民主派可以動員 的一個力量 這樣 在政府的眼中 是很羨慕的一件事 從來 支持政府 絕不可能有幾十萬人在街上 排隊 為了要去為自己發聲 為了要去表態 這件事政府從來都做不到 無論他們怎麼動員那些 支持 政府的人 所謂支持政府 的人 其實主要只有兩種而已 一就是拿政府的好處 實際上就是問政府拿錢 拿利益的人 那些就是支持政府 實際上支持自己的利益 第二類人 坦白說 坦白說就是蠢人 就是給那些 政府連好處 連錢也不會派給他 但是就是騙了他 叫他支持政府的人 主要是兩種而已 這兩種人 數量其實政府也是相當不足夠的 所以其實政府看到有六十多萬的人出來 幾天不辭勞苦 我們看到街站的義工很賣力 去做這個 初選的拉票 鼓勵那些人去投票 我們其實真的是很熱血的 看到 覺得很有鬥心 覺得這段時間可能是比較冷淡的氣氛 很多年輕人 男女老幼也有的 其實黃色的 光譜的人是很闊的 跟台灣的 民進黨 是一樣的 台灣的 國民黨 韓國瑜陣營 很明顯就是香港的工聯會 以及民建聯 只有 能夠騙到老人家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未來的 所以 61萬人出來 投票 結果就是 其實政府就很害怕 這些 和平的活動 一方面 無論是 所謂不和平的活動 或是和平活動 兩者都很害怕的 和平活動 有那麼多人參與 當然會很害怕 入政題 出現了一個 不是新招來的 只是一個確認書的爭拗 就是 成功可以 很容易地分化到民主派 的一個陷阱 大家都知道過往 在2019年這個反送中運動 時代革命之前 每一次 其實政府只可以能夠偷雞 基本上就是利用 香港人 港人的分化 捉鬼 互相攻擊 分門分派 你是本土派 誰是 熱血公民 誰是城邦派 誰是獨派 今天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在這個時代革命 反送中運動裏面 全香港的人 是空前團結 是過往的30年40年來 其實香港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件事 香港作為一個 移民的大城市 從來都不是 有 從來香港人就不是覺得 這個地方是屬於我們自己 是一個家鄉來的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賺錢的大城市 互相比較高低 競爭 看不起對方 甚至乎移民向外國 香港人就不會聚在一起 香港人就互相看不起對方 看不起對方出身 過往的香港 就是這樣 今天移民的那些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特質 多數都是成為海外的藍絲 黃絲 那些 真的是 覺醒了的黃色的人 黃絲 其實他們是會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我們一說我們會來英國 可能是會協助很多 人來到這裡 重新去建立一個香港 帶很多手足來 很多人是意不容辭 馬上打電話給我們 大老遠也打過電話來留言 希望可以幫到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時代革命之後出現的香港人來的 大家不用說 只要有朋友說這個朋友是黃的 這位手足是黃的 就是意不容辭 很多人撲出來就會幫忙 這個就是現在的新香港 我們認為 共產黨和港共政府 雖然過往不斷利用你們的分化 去取得好處 包括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當時梁柔 梁柔的宣誓風波 最後就是民主派 也不是 好像今天那樣 共同站在一起 去支援 梁仲恆和尤惠貞 導致當時的人大想也不想 第二天 就通過了 DQ了梁柔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確認書這個問題 我先不討論確認書的內容 當你大家 很執著 要去討論 簽不簽確認書 講一大堆道理 為甚麼要簽 為甚麼要不簽 的時候 其實你們就已經走進了 陷阱的第一步了 先不說 簽和不簽那些道理 的高低 如果要辯論下去 當然是很深層 這個問題 其實可能開幾集都還沒有講完 包括就是到底 參選立法會的人 你有多認受他的制度呢 這個有很無限的討論在裏面 如果大家要去做一個很仔細的辯論 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你就會陷入了一個困境 當然我們也有網友 叫我們發表一下意見 到底關於確認書是否應該簽和不應該簽 當我表達了我 初步的意見之後 當然就立即觸發了 可能他本身有固定的立場 可能他已經想到到底應該簽和不應該簽了 當他聽到我們初步的意見 跟他的看法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已經 展開了 很多 爭拗走出來了 這就是陷阱的 第一步和第二步 大家已經陷入了陷阱 所以為甚麼我這一節節目 頭過六分鐘七分鐘 我不是跟你說確認書 你回憶一下我剛才頭過六分鐘七分鐘說的話 跟確認書有甚麼關係 61萬人出來投票 有沒有人要簽個確認書 要香港政府去承認 香港政府害怕的是甚麼力量 當大家去辯論 去鬥王 去討論 我不簽 所以我就是 有原則 簽了就沒有原則 之如此類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這樣說 有部分人可能會這樣說 當你去說這個 說話的時候 就已經陷入了港共政權的陷阱 當然 你問我的意見 其實我的意見很簡單 要不就全部人一起簽 要不就全部人沒有簽 這是最理想的做法 當大家去深層討論 簽了和不簽了 會不會被DQ 過往的例子簽了又會被DQ 不簽又會被DQ 之如此類的時候 也是陷入了這個陷阱的第三步 去討論 到底 有沒有簽確認書 是否代表你可以入閘 事實上兩個版本都有 黃之鋒曾經簽了確認書 梁天琦也簽了確認書 最終都是不能夠入閘的 所以 站在這個立場 他們會覺得既然是這樣 那不如不簽吧 是不是 這樣想是很正常的 是摸口飛的 但是當你拿了這一種 看法去把他變成一個 原教子式的一個原則性討論 是不是應該 向他的 制度屈服的時候 就是那個陷阱的其中一部分 本身 他的陷阱就是 設定在他的制度上 而他的制度 是有很多重的保護 首先香港的司法獨立 是有限的 是相當之有限的 首先他已經受到法律的重重保護了 是不是 你再去討論到底選舉主任有沒有權 他對你作出篩選的時候 你就已經走進了 剛才所說的那個陷阱裏面 而事實上 所謂的選舉主任篩選 如果你看到 法庭的案例 法庭的案例是不討論到底他篩選得正確 而是討論到底他有沒有權 在法例上 選舉條例上 去增加一個程序 需要你去進行 這個只要大家看回所有過往 就著這個 DQ的案例 以及這個所謂確認書的案例 你就知道 法庭一直都沒有介入 到底選舉主任 是基於甚麼原因 他不讓人入閘的 他只是在討論到底選舉主任有沒有權去發出一份 確認書 換句話說 聰明的法官其實 他是沒有介入 篩選你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的腦海裏面在想甚麼 他們是不介入那個問題的 同樣道理 為甚麼我們要去介入 簽不簽 確認書 背後代表的是甚麼政治含意 為甚麼我們要去介入這個討論呢 而你介入這個討論 真正只會針對的就是 跟你一起去參選的 民主派 當你去作出這個討論的時候 或者作出這個辯論 的時候 激變的時候 你就已經走進去了 那我就不妨問回大家一個問題 到底最終 大家參選 希望有35家的目的是甚麼呢 35家當然最理想的情況 就是真的去控制到立法會 而立法會 是一個擁有實質權力的機關來的 不是一個 基本上不是公仔子 當然民主派的選民 在整個抗爭裏面 最希望的當然你是獲得更加多的 權力 以及戰鬥力 因為這些東西是會影響往後抗爭的力量 力量是希望需要壯大的 35家的 目標其實很簡單 一定就是為了增加的力量 而不是為了減少力量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說 確不確認輸不是一個重點來的 有多少人能夠爭取入閘 導致能夠獲得35家 才是關鍵來的 如果 大部分的人簽 是會使得35家更加容易成功的 那就簽吧 如果大家不簽 令到35家的力量更加龐大 更加容易得到35家 那就簽吧 很簡單而已 要不就 哪一件事會導致那件事會更加成功 更加推進的 就可以做的 不存在 我簽了就可能叫做跪低 不簽就可能叫不跪低 其實是不存在的 如果這一刻 如果大家陷入這些討論 就已經錯了 當然 表面的情況 就已經陷入了一個 危機裡面 而這個危機 我認為 是不必要的 我希望那些政治人物 例如黃之鋒 各位參選人 不論你的決定是怎樣也好 不如你就不要再把那個焦點放在 簽和不簽的辯論上 不如快點把注意力集中在 怎樣可以獲得35家那方面 是不是會更加好呢 這一節講到這裡 拜拜